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一起关注相关进展 涉及居栏监狱的向围墙感染群 截至昨日已累计447宗冠病确诊病例 当中424人是囚犯 23人是监狱工作人员 柔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阿威亚发表文告指出 当局在本月18日鉴定上述感染群后 随机展开活跃病例检测行动 同时在当地实施加强行管令 及成立低风险冠病隔离及治疗中心 柔州昨日新增的118宗冠病确诊当中 80宗来自现有感染群 24宗为密切接触病例 以及14宗为其他病例 此外位于麻坡沙里路的麻坡改造所 爆发20宗冠病确诊病例后 政府宣布从即日起 在当地实施加强行管令 至明年1月6日 改造所内的108名官员 必须留守在内继续工作 而非必要人员也已被要求进行居家 把镜头转向居栏 住家疑似违章扩建 占据半条马路 前来铺路的承包商 无计可施之下 只好在划线时让白线转弯 而这个奇景就被人拍照放上社交媒体 这才引起当局的注意 这起事件发生在居栏大洋远 住家属于一个乌易家庭 目前只有作为退休教师的男屋主 独自居住 其实这个伪装扩建已经存在多年 并且引起邻里的不满 只是邻居都选择隐忍没有举报 这名屋主多年前就扩建住家 置车房的位置 而车房也占据了沟边土地和马路 事件在社交媒体传开后 居然市议会昨天已经派出官员 前往现场视察 除了在转弯的白线涂黑 也已经向屋主发出传票 而居然市议会也已经指示 相关的特许公司 根据道路标准重铺相关的道路 提供干净整洁的如厕环境 如今也属于服务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配合世界厕所日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于上个月公布了2019年度的 全国清洁公厕竞赛得奖名单 新山市政厅辖下四个参赛单位 就夺下全国冠军 其中列光镇北京楼 已经是第二次夺得全国餐馆主冠军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 列光镇北京楼二度夺冠的秘诀 在于他们会培训所有员工 轮流负责厕所的清理工作 尽管不当职 也会自发捡起地上的纸张 共同为顾客提供舒适的如厕环境 至于获得全国购物商场主冠军的 拿督翁新政永望购物商场 则是与外界的清洁公司密切合作 在发现任何设施损坏时 都会限定在三天内完成修补工作 明天是圣诞节 也是报界的报业假期 我们编采部全员休假一天 因此明天的大仑佛三分钟 也会停播一期 后天也没有报纸出版 但大家仍然可以关注新洲网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守新洲日报新洲网 我们下周一再会 下周一再会 谢谢观看